南韓总统韩石瑜寻求和北韩的对话 提议成立南北韩之间工作层级的初商机构 希望最终走向同日 庞熙凌的报道 韩石瑜今天在纪念国家对日抗战生理活动的演讲中 提议与北韩建立一个工作级协商机构 讨论缓解紧张局势和恢复经济合作的方法 同时讲述了两国同一的愿景 韩石瑜表示只要北韩向无核花卖出一步 韩国就准备好开始政治和经济合作 但这个目标似乎遥不可及 北韩今年年初将韩国定为主要敌人 并表示统一不在可能 美国表示北韩没有表现出对话的兴趣 但美国、韩国和日本将继续协调外交战略 希望北韩最终能与其中至少一个国家接触 另外,北韩计划今年12月重新对外开放 北部山区城市三池渊 幻海外国旅客观光 北韩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时封锁边境 直到去年年中才开始放松限制 眾类宁